今天要做的是咖哩湯角 首先我们要先来准备水饺的馅料 那主要我是用杏鲍菇下去准备馅料的 首先先将杏鲍菇切丁 切好之后把它装起来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将素火腿切丁 基本上这个馅料里面切的形状要尽可能的一致 切好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将金针菇处理干净之后切小段 把红萝卜刨丝 再把它切碎 那另外再提醒大家准备一些姜末 准备好之后我们就要准备来把它煮熟 首先干净的锅子热锅加油 然后把火腿丁放到锅子里去把它炒出香气 接着加入姜末一起拌炒 将整个拌炒均匀之后 加入杏鲍菇丁一起炒 那杏鲍菇丁基本上要把它炒到水分炒干炒出香气 那这时候就可以加入碎红萝卜 整个拌炒均匀 整个拌炒均匀最后加入金针菇 那加入金针菇主要是可以增加馅料的黏着性 这样等下在包水饭的时候才不会整个太散 炒熟之后我们就要加一小匙的盐 少许的胡椒粉调味 然后把调味粉拌炒均匀 那因为我们是要做咖喱口味的饺子 所以我加了两匙的咖喱粉 把它整个拌炒均匀 整个炒熟炒匀之后 就可以把它装在盆子里备用 那基本上这个馅料还是太散了 所以我会打一颗鸡蛋 把它整个拌匀 让它更有一些黏着性 将韭菜细切 切好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将百叶豆腐切丁 接着热锅加油 然后打两个蛋 把它整个搅散之后 倒到锅子里 那持续在锅子里把整个蛋搅散 整个蛋煮熟之后 一样起锅备用 接着同样的锅子 加少许的油 把百叶豆腐丁放进去炒出香气 接着倒入韭菜 接着倒入韭菜 拌炒均匀 那这样就可以起锅备用 那把刚刚炒好的韭菜 加入刚刚的咖喱馅中 再加入鸡蛋 整个拌炒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包水饺咯 那包水饺主要就是 舀一个适量的料 放在水饺皮中间 然后周围沾水 把这个水饺皮捏紧 让它煮的时候不会散开 这样就可以了 那至于水饺的造型 就依照自己的喜好 它没有一定要什么样的造型 那把馅料或者是把水饺皮整个包完 这样就算是完成了 那有时候我们 因为每次调这些料很麻烦 所以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 那它可以冷冻 保存起来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煮 咖喱汤饺 首先在锅子里加少许的油 然后把香菇放进去炒出香气 在锅子里加一汤匙的咖喱粉 和香菇拌炒一下 炒香之后加入水 水的量主要是要看你要煮多少咖喱汤饺为主 那我在锅子里加了半碗的黄地豆 跟少许的玉米笋 那实际的料 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调配 那光是靠咖喱粉味道不够 所以我会加少许的咖喱块 这个咖喱块是素食的 那咖喱块加一块两块 主要也是看大家煮的咖喱汤饺是多大碗 那我这边煮的是大概三人份 所以我放了两块咖喱块 那汤煮滚了之后 就加入水饺下去煨煮 那我这边的水饺是刚刚包好的 所以主要就是把这个水饺皮整个煮熟 里面煮热了 它就算是完成 那如果你的水饺是从冷冻菇拿出来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煮到整个水饺的冰都融化 因为基本上我们整个水饺它的馅料都是熟的 只有水饺皮是生的 所以其实它只要煮透了 它就算是可以吃 那我锅子里我会加入一点红椒 一点花椰菜下去做一点配色 整个煮熟之后就可以关火 那我会再另外煎一颗蛋放在咖喱汤角上面 就是做一个配色 所以我就用一个干净的锅子煎一颗荷包蛋 那整个煎完之后 关火我们就可以来盛盘 那影片中你会看到我用的是一个碗装一人份 所以在装的时候我会装适量的汤角 然后每一种颜色的蔬菜都把它摆一下 那这样一碗好吃的咖喱汤角就完成咯 然后我们再试一遍 咖喱汤角 然后再试一遍